大家好,米饭是我们一日三餐中,必有的主食 蒸米饭看起来简单,但小珍醋的米饭好吃 也是需要掌握一些小技巧的 不知道大家,蒸米饭是用冷水呢,还是用热水蒸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蒸米饭好吃的做法 首先淘洗大米的时候,不要过分的揉搓 不然会导致大米中的营养成分流失过多 我们只需用勺子轻轻的搅拌几下 淘洗好的大米,控水放盘中 摊平着在米中倒入50度左右的热水 大概是没过大米1.3厘米就可以了 因为大米的主要成缝是淀粉,淀粉不溶于水 只要在50度以下的水温,淀粉就会吸水变成糊状 将蒸出来的米饭养更佳,香气浓郁,而且吃起来软弱适口 第三点,淘洗好的大米,不要直接上锅蒸 让它浸泡半小时,让大米吸足了水分 这样是蒸出来的米饭,软而不烂,口感好 第四点,蒸米饭的时候可以放点香油,白醋 这样做出来的米饭,香滑,软糯,粒粒蜂明 也不会出现粘锅的问题 盖上盖子,大火蒸,半小时 时间到把米饭取出来 这时我们就可以闻到浓浓的香味了 这样蒸出来的米饭,粒粒蜂明,还行好吃 也不粘锅,香甜可口 这个蒸米饭的小技巧,你学会了吗 跟着大叔选择菜,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葬酒